嗨 我是寶可夢 大家都收到牌照稅單了嗎? 這次的牌照稅到底要怎麼繳才能有高回饋 通常有三種不同的繳款方式 第一個是現金或是ATM轉帳 第二個就是信用卡扣款 但是信用卡的部分其實只是方便你繳款而已 你就拿不到卡片的基本回饋了 如果你要拿到更高的回饋的話 請你要搭配行動支付或者是在超商用代收的方式 才能夠拿到回饋 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排行榜 一起來看看吧 你可以看到我們會依實質入手的回饋金額 由高至低來做排名 我們就依序來跟大家講解這12個排行榜吧 這個台新Gogoro Reverse的聯名卡 它只要在超商所做的消費跟繳費 其實都是算在裡面的 它這次的活動就是有10%回饋 每一次上限是給40點 如果你的帳單金額有到400元左右 你就可以拆單 你的電費的部分你可以透過拆單的方式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邊有跟大家解說如何使用 持牌照稅單到四大超商繳費 直接刷台新Gogoro Rewards卡 或者是綁定全銀家配 或是台新配 都可以拿到10%的回饋 用行動支付搭配這張卡片來繳費 跟直接刷卡都是可以拿得到回饋的 每筆上限40點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5次就是200點的部分 我們這邊右下角有一個小的畫面 稅額的部分如果是1800cc的話 稅單是7120元 用這張卡片腳可以拿到40回饋 如果你的汽車是2000cc以上 那就是11230元 那麼用這張卡片也可以拿到40點的點數 提供給你參考 台新信用卡目前沒有什麼新戶的糾團活動 目前只剩下這一檔 這一檔的話非常歡迎你趕快跟團 你只要跟團完成任務 可以拿到300點的Gogoro Smart Points 除此之外本團再加碼500計分 所以你最高可以拿到800的回饋 那也非常歡迎大家趕快上車 在4月底之前入手這張卡片 成為台新救護之後再來申請其他卡片 一樣是很棒的 有興趣的話我們這邊可以掃碼辦卡 最簡單 免年費門檻很低 只要使用電子或行動帳單 就可以免年費了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台灣Pay的活動 台灣Pay只要搭配八大公股行庫的 銀行帳戶或是金融卡 來繳這一次的眾所稅 或者是牌照稅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單子50塊錢 或者是有的銀行會加碼 就會來到100塊錢 如果你繳的是小額的稅款 那就很適合使用台灣Pay來搭配 就可以賺到比較多的回饋 活動詳情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的QR控 掃進去看就知道了 活動期間是4月1號到6月3號 那大家都可以把握機會 不論是1800cc的 可以拿到50 或者是2000cc的 都可以拿到50塊錢 再來要分享的是Lineband快點卡 這張卡片其實國內只有一%回饋 不是很吸引人 如果你把它綁定在Femipay裡面 在全家所做的消費跟繳費 都有1%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提醒你它是簽帳卡 所以你帳戶一定要有錢 才能夠刷得過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的畫面 持牌照稅單到全家繳費 那麼把連線快點卡綁定在Femipay 出示掃碼結帳 就可以拿到1%的LinePoint點數回饋無上限 超商支付每一筆 不能夠超過3萬元的代收 如果你的牌照稅已經有超過3萬元的部分 那請你用信用卡的方式來做支付 超商就不能夠收了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碼來開戶 免年費門檻很簡單 因為它是簽帳卡 所以你只要有帳戶 它就不會有年費的問題 如果你是1800cc的汽車 你的稅款是7120 那你的回饋金額就71點 LinePoint點數 如果你繳的是11230元的話 你可以拿到112點的LinePoint點數 再來推薦第9名 是台新接口卡 台新接口卡其實在2023年 它的權益率有縮減 你只要在禮拜三來做繳費的部分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3%的接口幣 那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到100點 所以回推刷個5000塊錢就會封頂了 適合涉及在台北市的車級 你就可以在接口支付的APP裡面 透過它的繳費系統 來進行扣款繳費 那你就可以拿到3%的點數了 它的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你是桃園市民的話 也可以在桃園APP 透過接口支付來繳交牌照稅 一樣可以吃到週三3%回饋的部分 那因為每個月上限只有一百 你的稅款不論是多是少 回饋上限就是100接口幣啦 提醒你它贈送的是接口幣 而不是現金回饋 每年的5月31號會過期 所以你今年拿到的接口幣 請你在明年5月31號之前把它使用完畢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請你先掃碼跟團上車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 國內斯瓦Cube卡 申請卡片的時候一定要附加iCache功能 這樣子iCache自動加值10%的活動呢 你才拿得到 你只要在活動期間呢 登錄一次 那麼你就可以享有每個月呢 在iCache的通路 只要有產生一次自動加值 就有10%回饋 每個人每個月呢 可以拿200點 所以回推就是4次自動加值 2000塊錢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200點的open point點數 使用功率很簡單 持牌照稅單到小期繳費 Cube iCache把它放在白色的感應機台上面 跟店員說我要用iCache支付 它只要扣款成功呢 你就可以入手10%的open point點數 它這個點數呢 會在次次月回饋到你的帳上 比如說你是3月繳的話呢 最快5月中旬就可以拿到點數了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記得要做一次登錄才能拿到回饋喔 它贈送的點數呢 是open point點數 它的有效期間呢 是兩年 在次年年底呢 會到期 這張卡片的免年費門檻很簡單 只要有使用電子帳單 就免年費了 這邊試算給你看喔 如果你是1800cc的 你的回饋是200 你是2000cc的回饋也是200 所以它的天花板上限就是200 有興趣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跟團掃碼辦卡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星光銀行的悠遊聯盟卡 綁定在Femipay裡面 來做消費還有繳費 有2.1%的回饋 平均一個月呢 刷14285元裡面呢 都可以拿到300元的回饋 所以這張卡片呢 也非常適合大額繳費喔 只要持牌照稅單到全家繳費呢 並且將星光幼幼卡 綁定在Femipay裡面 出示QR code掃碼結帳 就可以拿到2.1%的回饋 消費繳費都可以 活動期間呢 是1月1號到6月30號 提醒你喔 在全家直接刷這張卡片 是沒有回饋的 一定要綁定在Femipay上面呢 才有回饋 如果你是1800cc的 你的費用是7120元 回饋就是150 如果你是2000cc以上的汽車呢 你的牌照稅是11230 你可以拿到的回饋就是236元 就蠻接近它的天花板上限喔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碼來申請 只要認刷3筆呢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接下來要介紹的呢 比較特別喔 在2023年3月1號以後 開立的Banky數位帳戶的用戶呢 就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你只要把Banky數位帳戶呢 綁定在一卡通Money 儲值支付的戶頭裡面 透過一卡通Money來繳排照稅 就可以拿到250元的回饋金 這個回饋金呢 你事後就可以提領回來 它等於是現金的意思 還不錯 這個活動期間是3月25號到5月3號 提醒你喔 不能夠用以下的指定推薦代 UTACGO的VM1223 或者是自生活的VM3091 或是真主單的VM3092 Fashion Guide的VM3095 或是Shotbag的VM3097 就不能夠參加這個活動了 因為一個人只能夠拿到一個好康嘛 因為它是數位帳戶 所以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直接掃碼開戶 不論你繳的是多少錢的稅款 你都可以拿到250元的回饋金 推薦第五名呢 是兆豐BT21卡 我們之前才跟大家介紹過 這張卡片又在做加碼了 除了你的新戶裡每個月200塊錢 可以拿12個月就是2400之外呢 本團還有加碼最高400積分 你這樣拿一拿就2800 再加上這檔活動那就更多了 你只要是在3月27號之後 以兆豐新戶的資格來申請BT21卡 那麼你把BT21卡綁定在台灣Pay裡面 來進行排照稅的繳費呢 你就可以再拿到信用卡的50 活動加碼的200 所以最高就是有250元的回饋 活動期間呢就是3月27號到6月3號 使用方式很簡單 用台灣Pay來搭配兆豐BT21卡來繳排照稅 你就可以拿到200元刷卡金 還有兆豐信用卡再加碼50 所以就是最高有250 有興趣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趕快跟團 因為本團的好康真的是很多 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只要申請電子帳單 而且取消實體帳單 就不會有年費的問題了 不論你繳的是7120元或是11230元 你都可以拿到250元的回饋 其實也是蠻補的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中信統一企業認同卡 它最高有iCash自動夾值有3%的回饋 那到底怎麼拿呢 來看一下 你只要持牌照稅單 到小期繳費 並且將中信統一企業認同卡 放在白色的感應器台上面 跟店員講說我要用iCash支付 那麼只要成功扣款 就可以拿到3%的OpenPoint點數 它的低銷是3000元 包含你的iCash自動夾值的金額裡面 每個月上限給你的是300點 所以你回退一下 你一個月可以繳1萬塊錢 可以拿到300點的OpenPoint點數 有效期限是兩年 明年年底就會到期 只要有申請電子帳單 這張卡片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你刷1720元的話 你可以回饋是214元 你刷的是2000cc的1230元 因為已經超過上限了 所以最高就是拿到300點的OpenPoint點數 有興趣的話這邊一樣可以掃QR Code來申請 第三名是玫瑰Giving卡 其實它在接口支付 然後還有在iCash Pay上面 來做的消費跟繳費 其實都是符合規則 需要在節假日的時候來做刷卡 就有3%的回饋 你只要在接口APP來繳納台北市的牌照稅 在節假日的時間繳費就可以拿到3%的刷卡金 額外加碼的是每個月可以拿5000 所以回推你一個月可以刷166666元 都可以拿到3%回饋 如果你是桃園市民的話也可以在桃園APP 透過接口支付來繳交牌照稅 一樣在節假日繳稅費可以吃到3%的現金回饋 它送的是刷卡金 所以可以拿來折抵下一期的新增消費 如果你是1800cc7120元的帳單 你可以拿到214元的刷卡金 如果你的金額比較高來到11230元 那麼你的回饋就是337元 有興趣的話這邊可以直接掃QR Code來申請 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你只要申請電子帳單就免年費了 再來要分享的是第二名 星光OU數位帳戶跟OU點點卡 你只要有這個產品的話 新戶就可以拿到最高6%的回饋金 請將OU點點卡綁定在分泌配 Open錢包或iPay裡面 持單到超商繳費 並且出示綁定APP的QR Code 就可以拿到繳費金額5000塊以內是6% 那5000到1萬塊錢就只有1%回饋 如果你是繳7120元的話 你的回饋就是321元 那如果你繳的是11230元的話 你的回饋可以拿到活動總上限 就是350元的刷卡金 可以折抵次期的帳單新增消費 有興趣的話這邊有QR Code 可以直接掃碼來開戶 它的免年費門檻也很簡單 只要你是數位帳戶 其實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了 第一名我最推薦的就是台芯阿咕咕卡 在2023年的4月份開始取消了5000元的低消門檻 只要在台芯貝跟全盈加配裡面的消費 都可以享有3.8%的回饋 那每個人每個月呢 可以拿到額外加碼的1000點 所以回推一個月刷30303元 都可以拿到3.8%的回饋 那在超過的部分呢 就只能夠拿到0.5%的回饋 所以這張卡片呢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棒 提醒你呢 它的四大行動支付通路裡面呢 是合併計算的 所以你在全盈加配已經繳滿了 就不要再去台芯貝裡面繳 持牌到稅單到小七繳費 並且將台芯阿咕咕卡 綁定在台芯貝裡面來出示 掃碼結帳 就可以拿到3.8%的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呢 是4月1號到3月31號 就是到明年 那在小七直接刷卡是沒有回饋的 所以一定要綁定在台芯貝 才可以拿到額外的3.3%的這個回饋 贈送你的呢是現金 所以它會在你結帳日的隔日 會到你的RECHR數位帳戶裡面去 免年費門檻也很簡單 只要熱刷一筆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有興趣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掃QRcode來申請 1800cc 7120元的話呢 你的回饋是271元的現金 1230元回饋就拿到427元 只要持牌照稅單到全家繳費 並且將台芯阿咕咕卡 綁定在全盈加配裡面 出示掃碼結帳 一樣也可以拿到3.8%的現金回饋 來分享一下我最推薦的方案好了 我個人推薦的呢有五檔 第一個呢就是阿咕咕卡在2023年 真的很好用 沒有了5000塊低銷之後呢 在四大行動支付裡面呢 包括全盈加配跟台芯配 消費繳費都有回饋 很好用 第二個是兆豐銀行的BT21卡 在台灣配呢來做消費繳費 都有額外的回饋 我個人覺得這個也是很適合大家的 第三張呢也是我個人的主力卡之一 就是國泰Cube卡 這個iCash卡的自動加值10%回饋 很好用 而且已經延續一整年了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呢 把它入手來超商繳水費 電費瓦斯費也很好用 連線快點卡喔 1%無腦刷回饋 繳費消費都有 這個也是很不錯的 那台芯Gogoro Rewards卡呢 它的行動支付直接繳呢 也有40點的點數回饋 這個很適合就是你有小額的賬單 400塊以內的 想要累計一下點數賺個10%回饋的 很適合使用台芯Gogoro Rewards聯名卡 這次台芯呢有非常多 繳稅費有回饋的卡片喔 非常的不錯推薦給大家 第一張呢就是 阿Gogo卡很好用 第二張呢是Gogoro Rewards卡 有10%回饋 第三張是玫瑰Giving卡 在節假日刷卡 來做消費跟繳費都有回饋 所以這三張卡片呢 非常推薦大家呢 一口氣入手 先從Gogoro Rewards卡入手之後 再依序申辦其他卡片 一樣就可以拿到高額的繳稅費回饋喔 有這麼多的卡片要來搭配 到底要怎麼選比較好啊 其實呢你只要找你自己覺得最好用 最簡單最無腦的方式來做就好了 像我的話呢 我們全家人這次就是用阿Gogo卡 就是3.8%每個月3萬塊以內呢 來做消費跟繳費都有回饋 這對我來講呢 就是最簡單無腦的方式 也希望你能夠透過這集節目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繳費方式來賺取回饋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透過信用卡 省下更多牌照稅的費用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